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听收看热点追踪 我是灵溪 今天是美东时间11月11号星期一 请您在节目开始之前点赞订阅希望之声的频道 同时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天最新的消息 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蓬佩奥首发声 初局内幕曝光 好莱坞一票人喊搬离美国 惨遭福克斯嘲讽 马斯克母亲大选后首度露面 船定居上海代言床店 杜文表示 中共监狱8个月2000人丧生 习近平应该海牙受审 澳洲今年百日咳 已突破4万里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 9日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表示 不会邀请前国务卿蓬佩奥以及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黑利 加入正在筹组的川普政府 第二天 蓬佩奥首度发文进行响应 蓬佩奥在美东时间10号下午1点30分 与社群平台X上发文表示 他说 总统先生 我也很荣幸能与您共事 正如您所说 上周我们在一起时 您和我制定了一项计划 让世界更加安全 不再发生新的战争 蓬佩奥在贴文中指出 美国坚决反对拜登贺锦丽的外交政策主张 我们有责任再次把美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蓬佩奥还在贴文中附上了一段影片 内容是川普在造势现场介绍蓬佩奥的片段 影片中 川普向参加集会的民众介绍蓬佩奥 表示蓬佩奥先生 站起来让大家看看 他看起来好帅 国务卿蓬佩奥很棒的人 以及讲述他们一起制定外交政策的片段 蓬佩奥被认为是最挺台的美国前国务卿 之前媒体盛传蓬佩奥将在川普新内阁中担任国防部长 这次川普无预警的特别针对蓬佩奥和黑利祭出红牌 令外界感到意外 综合外媒分析 蓬佩奥与乌克兰间的潜在商业利益关系 让川普圈内人对蓬佩奥有点感冒 加上蓬佩奥太晚表态不够忠诚等等 都是可能落选的原因 华尔街日报7月中旬一篇专栏 详述了川普对乌克兰的和平计划 其中包含为乌克兰设立一项5000亿美元的租借计划 让乌克兰借取需要的资金 用于购买美国武器击败俄罗斯 这项建议来自乌克兰大型电信公司基辅之星 一名董事会成员和泽林斯基的顾问 美国智库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指出 这项租借计划 其实是为美国和乌克兰公司做游说工作 而基辅之星的这名董事会成员正是蓬佩奥 外媒报道 川普圈内人士 包含金主萨克斯 认为蓬佩奥过于急切动用海外军事力量 蓬佩奥与活跃于外交界 高度支持乌克兰北约和亚太盟友 但川普团队的小川普与万斯 有意减少美国的对外承诺 也与蓬佩奥意见相组 而川普可能也没有忘记 蓬佩奥2023年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 曾警告共和党人不要追随拥有自身政治品牌的明星领袖 他说那些人自尊心脆弱拒绝面对现实 几天后 蓬佩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 那些人指的并不是川普 不过同时 他也批评了川普的财政政策 除此之外 蓬佩奥2022年曾批评川普 将机密文件从白宫运到海湖庄园 又一度考虑与川普在党内初选竞争 甚至到了选前才表态支持川普 接近川普的友人说 川普在内阁人士上的首要考虑是忠诚 而蓬佩奥的种种行为 可能都犯了川普忌讳 对于蓬佩奥及黑力的提早出局 华盛顿邮报形容这是显而易见 且引人注目的冷落 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则说 此事显示川普的第二任是多么重视忠诚 蓬佩奥及黑力选前都支持川普 但两人比其他前川普政府官员表态的时间晚 Politico还引述匿名消息人士说法指出 蓬佩奥有意担任国防部长 且已在多方运作 但川普的儿子小唐纳 川普和福克斯新闻前主播卡尔森都强烈反对 9号 针对一篇小唐纳以及卡尔森阻挡蓬佩奥 角逐国防部长的文章 Politico向川普团队求证发言 一个半小时之后 川普就贴文明确表示 排除蓬佩奥以及黑力入阁 川普在此次美国总统大选中大获全胜 再度入主白宫 这也让先前一面倒 力挺贺锦丽的一干好莱坞明星怨声载道 在选前 有许多好莱坞明星喊话 若川普当选将搬离美国 美国保守派福克斯新闻 也在选后将这些明星一一盘点出来 还引述专家说法调侃称 这些艺人们只会说说而已 根据福克斯新闻报道 在2024年总统大选前的几个月里 许多名人曾自豪地表达了 他们对川普若当选总统的看法 包括沙朗斯通 雪儿和巴巴拉史翠山等人 都曾撂下狠话 强调如果川普当选就要离开美国 沙朗斯通在7月时曾批评川普 他说这是自己这一生中 第一次看到有人在利用仇恨和协迫来竞选公职 他说自己正考虑在加拿大买房子 雪儿在去年接受未报访问时也表示 若川普回归 他将搬离美国 巴巴拉史翠山则说 川普上任后 美国将让他无法再待下去 他会考虑搬到英国 福克斯主义清算 包括喜剧明星艾米苏默 乔治罗佩兹等人都曾这样豪言 如果川普当选总统 他们将收拾行李搬家 艾米苏默当时更表示 自己要学西班牙语了 因为他将搬到西班牙或其他地方 结果川普胜选后 他仅称自己的说法是开玩笑 位于华盛顿的阿基利斯公关公司创办人 艾德里奇指出 名人在选举后逃离该国的说法并不新鲜 每四年就会听到名人重复使用这样的言论 这已经成为一个流传已久的笑话 他吐槽 都是说说而已 没有真的走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在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 力挺川普重返白宫成为焦点 而近日传出 他76岁的母亲梅伊·马斯克已在上海定居 甚至还戴眼了卧具用品 综合媒体报道 11月8日 有网友偶遇马斯克母亲梅伊 在某家剧店现身 当天她身穿白色打底 歪搭一件白色大衣 穿着白色的阔腿裤 美伊是模特出身 形象很贵奇 美伊全场面带微笑 心情看起来不错 一位工作人员为她介绍自家产品 美伊认真聆听 一度开怀大笑 据悉 美伊代言的是中国卧具品牌 她分享个人经历 强调良好的睡眠才能保持活力 如果说一夜好梦 第二天你也经历充沛的工作 该寝聚品牌首家线下旗舰店落地上海 美伊是该品牌的全球代言人 也是首批用户 当天品牌方向美伊交付产品 美伊马斯克常年住在上海 她经常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夸中国 今年6月22日的《华尔街日报》 曾发表一篇文章 题为马斯克在中国褒贬不一 但她的母亲却备受推崇 该报道称 76岁的美伊马斯克在中国俨然是个名人 她的自传曾跃居畅销书榜首 她还与中国国产品牌智慧手机合作 中共政府对其称赞有加 曾担任胡春华法律顾问 现在流亡欧洲的前内蒙政府法律顾问室执行主任杜文 近日在X平台发文表示 她说 根据内蒙监狱管理局官方一份文件泄密 证实中国监狱正在爆发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导致8个月非正常离世人数在2000人以上 杜文在自己的油管频道 也同步公布了这份文档 这份文档首页抬头是 内蒙古自治区监狱管理局文件 文件编号时 内域通2024-123号 文件标题是 关于印发全区监狱系统减少再压罪犯病亡率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落款处有内蒙古自治区监狱管理局的印章 该通知后附带该专项行动的具体实施方案 该方案中透露出一组数据表明 今年以来 内蒙全区灾压犯病亡45人 病亡率0.14% 在全国监狱系统中属于较高水平 据大陆媒体网易报道 到今年9月底 全国共有监狱681所 灾压犯人有194万人 杜文说 结合这个数据 文件中说 病亡率较高水平是0.14% 如果说按中位数0.12%来算 那也超过2000人离世 杜文表示 这2000人大部分应属于 能够保外就医而不保外就医的 能够抢救而不抢救的 以及由于被打被拖延医治 而导致7非正常离世 文档中所说的离世人数 其实都是这种情况 杜文说 这份文档的爆出 足以能将习近平送入海牙国际行政法庭受审 因为我是搞法律的 比较关注这种国际法的审判 按照联合国海牙国际行政法院的审判 罗马规约第7条和第8条 以及日内瓦公约 人权公约 以及曼德拉条款 囚犯由于非人道对待而导致其离世的 国家元首是负首要责任的 网友晚清在跟帖中 也列举了一段关于中共监狱的黑料 他发了一段逃亡海外的法轮功学员 尹丽萍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听证会上的作证视频 尹丽萍佐证说 2001年4月19日那天 他和另外8名女性法轮功学员 被马三家秘密转押到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是专门用男人性迫害女法轮功学员的一所黑监狱 网友俊逸毛豆感慨说 这是200斤的愚昧和反文明的必然结果 澳洲今年迄今为止的白日咳病例 累计达到4万多例 创下了13年来的最高年度记录 其中新州和昆州疫情最严重 根据澳洲免疫接种基金会的一份报告 现在每天约有130人被诊断出患有白日咳 预计2024年 全年病例将超过4万5千人 白日咳是一种影响呼吸道的细菌感染 会引起无法控制的咳嗽和呼吸困难 症状可能在两周内显现 这使得细菌有足够的时间传播 若不治疗 感染者可携带病毒长达三周之久 IFA的数据显示 新州昆州的病例数 各占全国总数的约30% 学龄儿童是受影响最大的人群 10到14岁的孩子 占所有确诊病例的37% 西米科技大学分子医学微生物实验室负责人 劳伦斯向澳新社表示 白日咳疫情具有周期性 通常有规律性 然而这次疫情超乎寻常的严重 这是自澳洲通报疾病报告启动以来的 最大的一次疫情 这期的热点追踪就到这里了 欢迎您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订阅还有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